一日幸福的家庭 来自爸爸妈妈的幸福福祉 西雷町公司 特别基盘 无缓妇契的标语活动 有14岁结婚560年以上的无缓妇契 和28岁无缓妈妈接受标语 公司也特别安排高丽两重来建立 第五 丁丽维典郎 也特别建许在地办法结婚正式 结果每一对女儿母 现场是千万幸福和感动的气氛 一对跟一对结婚超过五六十年的无缓妇契 民生都是快乐的笑容 西雷町公司 特别基盘 丰富丫党 来标语24岁无缓妇契 以及28位无缓妈妈 而现场是成为幸福的气氛 女儿母 老婆 雷町公司 另一年 人家的幸福就行好了 少女儿母 老婆 少女儿 少女儿 和少女儿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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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有欲 孤雷友好 那就是幸福 年载子 家庭就没问题 我們都被人擔心擔心 擔心擔心 很好啦 我們聽說 我們家人質很好 工作都沒有經過工作在做 在外國現場 不但有很多對幸福快樂的家庭 大家集會團營慶祝 頂著第二位的公司和小孩來到現場 說出一句跟一句新來話來表達 大家真的都很友好 我們的模範夫妻 有時候你說何時何時再來一家子 你要一家子的老婆 實在不簡單 所以我鼓勵我 頂來這次大 大家可以這樣擁有 來受這個表揚 一世人的紀念 一世人的活躍 所以我們實在的公司 今天準備 就這樣如果有我們的禮聘 還有這個民主代表 所政賞的禮聘 很溫暖的 很溫馨的 這每一對夫妻和每一位媽媽 都有不同的感動人的故事 他過多年不但讓小孩 可以有一個機會 大聲對中部來表達感謝 也讓小孩來 還是如何經營家庭 和照顧出來的人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務農 然後我媽媽我爸爸都很辛苦 然後他是非常非常很典型的模範夫妻 就是很勤儉私家 然後我們切實女在看在眼裡 然後就跟著他這樣勤儉私家下來 除了辦法結婚禁書 每一對家庭也特別欣賞 希望將感動都總記得身體來 讓這份幸好可以繼續演習下去 記者 保祖基 蔡博斗